在人际关系中 信任是最容易打破的堡垒 尤其是在亲密的关系里 我们往往将防御降到最低 将心灵深处的秘密 毫无保留地交给那些 我们认为最信赖的人 然而 这样的信任一旦遭到破坏 带来的伤害 往往比其他任何关系来得更深 这也正是为何亲近的人 伤害我们最为严重的原因 想象一下 当你全心全意信任一个人时 你不会想到 他们会用你的弱点来反击你 这不仅仅是情感上的背叛 更是一种心理上的打击 这类关系中的微妙之处在于 这种伤害往往不会一蹴而就 更多时候 它是日积月累的过程 你的亲人 朋友或伴侣 可能在某些场合下 无意中利用了你对他们的信任 逐步侵蚀你的心理防线 这种状况下 伤害是潜移默化的 往往等到你察觉时 已经对你的内心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但为什么亲近的人会选择伤害你呢 其实 这往往来自于一种心理上的投射 他们知道你不会轻易离开 也知道你的包容力 于是他们无意识中选择了最轻松的方式来发泄自己的不满或压力 而作为被伤害的一方 我们总是倾向于原谅 因为我们不愿相信最亲近的人会故意伤害我们 这样的关系中 受害者往往处于一种自我怀疑和矛盾中 认为问题出在自己身上 而忽略了对方的问题 要如何打破这样的恶性循环 首先 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这段关系中的信任基础 信任不应该是无条件的盲从 而是双向的尊重与理解 如果在关系中 你总是感到压抑或被操控 那么可能是时候考虑重新设立界限 保护自己的情感安全 其次我们要勇敢的承认 亲近的人也有可能成为伤害我们的人 这不是脆弱 而是对自己负责 只有当我们学会正视这些问题 并勇于面对 才能真正从这些有害的亲密关系中解脱出来 学会辨别这些隐藏在日常互动中的微妙伤害 并及时应对 才能避免更深层次的情感创伤 亲密关系中的情感纠葛 往往深深地扎根于人们日常生活的细节之中 而这些细节在不经意间累积 最终成为情感爆发的源头 当我们与最亲近的人建立了长期的互动模式后 潜藏在我们内心深处的压力 焦虑与不安 最终会以情绪的形式释放在那些我们最在乎的人身上 这不是一种故意的行为 而是一种情感本能的投射 让我们来看看一个真实的例子 小美和她的母亲关系非常亲密 从小到大 两人几乎无话不谈 小美在工作上非常拼命 为了升迁 她经常加班 压力也逐渐堆积 然而 她并不想把这些压力表现出来 于是选择默默承受 有一天 小美因为公司项目为达标而遭到上司责骂 回到家后 她感到无比的失落和挫败 当她看到母亲问她晚餐想吃什么时 突然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对母亲大发脾气 指责母亲总是干涉她的生活 这样的情况在亲密关系中其实并不少见 小美的情绪并非真正针对她的母亲 而是来自于她在工作中的压力和无力感 但她选择了对最亲近的人发泄 因为她潜意识里知道 母亲不会轻易因为这次的发脾气而离开她 然而 这样的行为却深深地伤害了她的母亲 并且让母女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 这里没有任何方法或解决方案 能一蹴而就地解决这种情感投射的问题 因为情绪是无形的 深层的 我们经常意识不到 它们会如何影响我们与最亲近的人之间的互动 小美的例子只是冰山一角 这类现象在人们的亲密关系中无处不在 并且往往让人感到愧疚 后悔 甚至不知道该如何修复这种伤害 然而 我们也不能否认这些负面情绪的存在 它们如同暗流 悄无声息的侵蚀住关系的基础 最可怕的是 这些情感问题往往是隐藏的 不会在表面上立即显现 就像小美的情况 表面上她只是因为一个晚餐的问题 和母亲起了争执 但实际上 这背后潜藏着更深层的压力与焦虑 这样的情绪爆发 对亲近的人来说 无异于一场精神上的重创 作为情感的接收方 亲人不仅感到无辜受累 甚至可能开始怀疑这段关系 是否还能维持健康的状态 当这种情感纠葛频繁出现时 关系中的紧张会不断加剧 最终可能导致无法挽回的裂痕 这种投射的痛苦 往往只有当事人在情绪冷静后才能察觉 但此时已经为时过晚 亲密关系中的伤害已经形成 而双方的心灵也因为这些看似琐碎的事件 而蒙上一层阴影 因此情绪投射并不是一个可以忽视的问题 它的影响力可能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在这个例子中 小美或许是后悔感到后悔 会试图解释自己并非有意伤害母亲 但事实上 这种情绪投射的模式一旦形成 便会成为亲密关系中反复上演的情感戏码 最终 受伤害的总是那些我们最在乎 最亲近的人 亲密关系的难题在于 情感过于深厚 容易让人们失去理智 导致彼此间的伤害无法避免 这样的关系是一把双刃剑 既能带来无比的安全感 也可能造成最深刻的痛苦 亲密关系中的一个无法忽视的现象 是强迫性重复 这是一种人类情感中的隐形枷锁 我们往往会不自觉地重复过去的情感模式 尤其是在经历过创伤之后 我们可能曾在成长过程中与家人 亲人间建立了一种充满张力的情感模式 而这种模式会影响我们成年后与亲近之人的互动 真实的例子是小李的故事 小李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充满压力的家庭中 他的父亲是一个严厉而情绪化的人 经常因为工作或生活中的不满而对家人发脾气 小李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 学会了默默忍受 不敢反抗 也不敢表达自己的情绪 他逐渐习惯了这种情感压迫 内心深处形成一种这是正常的错觉 长大后的小李进入社会 拥有了自己的事业和家庭 起初他对于自己能从那种家庭中走出来感到骄傲 并立志不让自己的孩子重复他的成长经历 然而随着压力的增加 他发现自己开始不由自主地重演父亲的角色 每当工作上遇到挫折 他会将自己的不满情绪发泄到家人身上 尤其是对他的妻子和孩子 这种情感上的强迫性重复 让他陷入深深的困惑与无助之中 小李很清楚自己不想成为父亲那样的人 但每当压力爆发时 他仍然无法控制住自己 这样的情况并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困境 许多人在亲密关系中都经历过类似的情感纠葛 我们往往无法摆脱过去的阴影 无意中重复住那些曾经伤害我们的模式 这类强迫性重复模式的最大问题在于 他经常不会在意识层面被察觉 我们可能在某个时刻发现自己正在重演那些熟悉的剧本 但在情绪控制失败的瞬间 这些模式会自动启动 让人措手不及 而这样的模式一旦进入亲密关系 便会对双方造成极大的伤害 尤其是当这些模式成为固定的互动方式时 让我们回到小李的故事 一次 他的孩子在学校遇到了一些麻烦 老师打电话给他要求家长配合处理 当小李回到家时 原本平静的心情突然因为孩子的一句话而被点燃 他感觉自己瞬间被工作中的压力 家庭中的负担和孩子的不听话压得喘不过气来 于是对孩子大吼大叫 甚至说出了一些过分的话 当他冷静下来时 孩子已经被他的情绪吓得哭泣不止 而他也感到无比的内疚和自责 这正是强迫性重复的典型例子 我们可能在成长过程中 习得了一些负面的情感模式 而这些模式会在成年后的亲密关系中不断重现 让我们无法摆脱 在这种情感纠葛中 最痛苦的是 我们往往伤害的不是那些陌生人 而是我们最爱的亲人 小李的故事反映了一个更为普遍的现象 许多人在成年后无法摆脱自己儿时的情感创伤 并将这些创伤带入亲密关系中 形成一种无法打破的循环 无论是父母对孩子还是伴侣之间 这样的情感模式一旦开始运作 便很难停止 伤害总是在不经意间发生 而当事人往往在事后才意识到 自己再次重演了过去的场景 这样的情感困境让人无法忽视 尤其是在亲密关系中 我们本应该感受到支持与理解 但强迫性重复的存在 让这些关系变得脆弱而充满挑战 最终 受伤害最深的往往是 哪些我们最不愿伤害的人 在亲密关系中 家庭往往被视为最安全的庇护所 但事实上 很多情感剥削正式发生在这样的关系中 我们依赖家人 信任他们 认为他们会保护我们 不会伤害我们 然而当家庭中的情感平衡被打破时 这种信任很容易成为情感勒索的基础 让人无法脱身 这里有一个典型的故事 小张是一名年轻的职业女性 成长在一个非常传统的家庭中 她的父母总是强调家庭的价值 并认为无论发生什么事 家庭成员都应该优先照顾彼此 小张的父母经常对她说 我们这么辛苦把你抚养成人 你应该回报我们 这句话像是一种无形的枷锁 时时刻刻悬在她的头上 让她感到无法摆脱 在小张进入职场后 她的事业逐渐有了起色 收入也开始稳定 然而 她的父母对她的要求也越来越多 起初是经济上的支持 随着时间的推移 父母开始干涉她的生活 从工作到感情生活 几乎无所不管 每当小张试图拒绝或表达自己的意见时 她的父母就会以情感勒索的方式回应 我们这么多年来为你做了这么多 你就这样对我们吗 这种情感剥削 让小张感到深深的内疚和无理 她爱她的父母 不想伤害他们 但她也知道 这样的关系让她失去了自我 变得越来越疲惫 她开始觉得无法呼吸 家庭中的情感负担 让她陷入一种不断自我怀疑的状态 她经常问自己 难道我真的这么自私吗 难道我不应该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吗 在小张的心里 她明白父母对她的要求 已经超出了正常的范畴 这不是单纯的家庭责任 而是一种情感上的控制 这种剥削不仅限于物质层面 更是精神上的侵占 父母的每一句话都在提醒她 她欠他们的永远无法偿还 这样的情感操控 使她每次做出违背父母医院的决定时 都会感到极大的内疚 彷彿自己做错了什么 这样的情感剥削 往往不会被当事人立刻察觉 因为她包裹在爱与责任的外衣下 对于小张来说 她不得不在家庭与自我之间 做出艰难的抉择 她知道如果继续这样下去 她将失去更多自我的空间 甚至连最基本的个人选择权 都将被剥夺 这个真实的例子 展现了家庭中的情感剥削 是如何在看似温暖的关系中 悄然发生的 当亲密关系中的一方 开始利用另一方的感情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时 这种剥削就会开始产生 家庭成员之间的爱 本应该是无条件的 但一旦这种爱被转化为情感勒索的工具 它就会变得令人窒息 更令人痛心的是 像小张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 许多在家庭中受到情感剥削的人 无法明确地指出这种伤害 因为他们被教导要感恩 要回报 甚至要牺牲自我来维护家庭的完整 而这种思维模式的根深蒂固 使得受害者往往无法轻易摆脱这样的情感枷锁 最终深陷其中 亲密关系中的情感剥削 尤其是在家庭关系中 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它的影响不仅限于当下 还会对受害者的长远 心理健康造成深远的影响 小张的故事揭示了这样的关系 是如何一步步将人推向情感的边缘 让人陷入无法自拔的痛苦之中 亲密关系中的暴力有时是难以察觉的 尤其当暴力和爱交织在一起时 会让人感到格外混乱 为什么那些我们最爱 最信任的人 反而成为了最有可能伤害我们的人 为什么在这样的情感纠葛中 暴力和爱可以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甚至让受害者感到无法脱身 这其中究竟蕴藏着什么样的心理力量 让人反复陷入这种痛苦的循环 让我们来看看小明的故事 小明从小生活在一个看似和睦的家庭 父母都爱他 但他的父亲经常在喝醉酒后 对家人施加暴力 尽管如此 他的母亲从未选择离开 反而每一次都在事后原谅父亲 并告诉小明 爸爸其实是爱我们的 他只是在压力大的时候失控了 这样的言语 让小明从小就对爱和暴力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 他不知道 为什么爱与痛苦可以同时存在 为什么父母之间的伤害 在一夜之后就能被当作从未发生过 这种情况在小明成年后 延续到了他的恋爱生活中 当他和女朋友吵架时 他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甚至会动手 但每次事后他都充满了悔意 会用尽所有温柔和爱来挽回对方 而他的女友也总是选择原谅他 因为他感觉到小明的悔改是那么真诚 他认为这只是他一时的失控 于是他们的关系在暴力与和解之间不断循环 直到某天 女友终于受不了 选择了离开 为什么在这样的关系中 暴力行为往往变得像是一种成瘾 受害者为何总是选择回到施暴者身边 期待着那一丝改变的希望 这一切听起来似乎是无法理解的情感矛盾 但事实上 这种模式在亲密关系中并不罕见 当暴力与爱情交织在一起时 受害者常常会对施暴者抱有一种迷恋 认为他们的爱情是特殊的 认为这一切只是因为压力而产生的暂时性问题 而这种信念会让他们陷入难以摆脱的循环 然而 值得深思的是 为什么受害者会选择忍受这种痛苦的关系 而不是果断离开 这其中的原因并不仅仅是情感的依赖 更多的是内心深处对爱的扭曲理解 对于小明来说 他从小目睹的父母之间的暴力模式让他认为 爱就是包容与忍耐 爱可以在暴力之后重建 这样的情感信念让他无法轻易割舍自己的行为 甚至认为自己有能力改变暴力的本质 这种亲密中的暴力关系最令人感到绝望的地方在于 它不仅伤害了当下的关系 还会深深影响受害者的自我认知 当你处于一段暴力关系中时 你不仅要面对身体上的痛苦 还要承受精神上的巨大压力 你会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够好 才会导致对方如此对待你 你会不断试图从关系中找到一丝光明 试图让暴力的一方看到你的努力与爱 但这样的期待真的能改变一切吗 许多研究表明 施暴者在暴力行为后 往往会表现出极度的懊悔和对失去关系的恐惧 这让受害者感到 或许对方的内心是有爱的 是有希望改变的 而这样的信念往往会将受害者再次拉回到那个恶性循环之中 直到下一次的暴力爆发 就像小明的女友一样 她无法摆脱这种甜蜜漆的诱惑 因为在那段时间里 小明确实对她好 确实让她感受到被爱的温暖 但这样的温暖能持久吗 这样的爱情真的能够承载长久的幸福吗 亲密中的暴力关系不仅让双方都陷入痛苦 更会在一次次的伤害与修复之间逐渐耗尽彼此的情感 最终留下的只有遍体鳞伤的记忆和对于爱情的彻底失望 这种情感成瘾的现象不仅出现在伴侣关系中 甚至也会影响到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 小明的父母在一次次的和解中 似乎也习惯了这样的相处模式 他们无法看清这种关系中的问题 反而认为只要还有爱 就能包容一切 这种错误的信念深深置入了小明的心里 让他在自己的人生中也不断重复着相同的错误 那么这样的关系还有出口吗 为什么爱情中的暴力会让人如此沉迷 甚至无法自拔 这样的问题不禁让我们反思 爱情的真正本质究竟应该是什么 是否在爱的名义下 我们往往忽略了那些真正需要重视的警示信号 你是否曾经问过自己 为什么当最亲近的人伤害你时 反而让你更难以离开 为什么我们常常在受伤后依然选择原谅 甚至相信对方会改变 这种情感上的依赖 究竟是源自爱 还是源自一种无法逃离的心理习惯 让我们来看看阿丽的故事 阿丽和他的伴侣小强相识多年 两人从大学时期便开始交往 经历了无数的风风雨雨 起初这段关系是甜蜜的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问题逐渐浮现 小强性格暴躁 时常因为生活中的琐事对阿丽发火 甚至会说出一些伤人的话 然而当争吵结束后 小强总是表现得非常悔恨 会买话 道歉 并向阿丽承诺不会再犯 阿丽每一次都选择相信 因为他觉得 小强只是暂时失控 他还是爱他的 但这样的循环一再重复 阿丽开始感到困惑 为什么他无法离开这段 让他痛苦的关系 他总是在小强道歉后选择原谅 然后陷入同样的局面 难道这真的是爱吗 还是只是一种对过去的依赖 让他不愿意面对现实 情感依赖是亲密关系中常见的现象 尤其当两人之间的关系历时已久 或经历了许多共同的经历时 这种依赖感会更加强烈 阿丽和小强的故事正是这样 他们共同走过了青春的岁月 这段关系对他来说已经不仅仅是爱情 还代表着他的人生轨迹 他的记忆 甚至他的自我认同 这样的情感依赖让他无法轻易割舍 即便他知道这段关系正在伤害他 那么为什么情感依赖会让人如此难以摆脱 难道在爱情中 我们的理智真的会被这种依赖完全淹没吗 答案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复杂 爱情是一种非常强大的情感 它不仅涉及对另一个人的依恋 还与我们的安全感 归属感紧密相连 当我们与一个人建立起长期的亲密关系时 这段关系便成为了我们生活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 无论这段关系是否充满了问题 它依然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就像阿丽一样 他每次选择原谅小强 并不是因为他看不到问题的存在 而是因为他无法想象没有这段关系的生活 对他来说 离开小强就意味着切断与过去的一切联系 意味着失去他一直以来努力维持的感情和生活模式 他害怕这种改变 害怕面对孤独和不确定的未来 更让人感到矛盾的是 当我们对一段关系投入越多 离开的代价就越大 阿丽已经在这段关系中投入了许多的时间 精力和情感 他不想看到这一切付诸东流 这样的情感依赖让他一次次选择留在关系中 试图去修复 而不是选择离开 但这样的依赖真的能带来幸福吗 在一次次的伤害和原谅之间 阿丽的内心早已疲惫不堪 他不断问自己 为什么他总是无法做出改变 为什么他明明知道这段关系对他不好 却还是无法离开 这种情感上的矛盾和困惑 让人陷入无尽的自我怀疑和纠结之中 我们不仅在感情上依赖另一个人 也依赖这段关系所带来的认同感和安全感 当这些依赖变得过于强烈时 我们甚至会选择忽视那些明显的问题 告诉自己他其实是爱我的 只是有时候表达错了 这样的自我安慰 让我们一次次在关系中忍耐和妥协 期待着某一天会有所改变 然而这样的期待真的能实现吗 我们在关系中所投入的越多 往往会让我们更加不愿意承认这段关系的失败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在亲密关系中即使遭受了巨大的伤害 依然选择留下来 因为他们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失败 这一切听起来是那么的矛盾 明明知道自己在受伤 却又无法重申 明明感到痛苦 却仍然抱有希望 为什么在爱情中我们会如此矛盾 如此难以自拔 这种依赖究竟是出于对对方的爱 还是我们对自己内心深处恐惧的妥协 阿丽的故事告诉我们 情感依赖往往是最难以察觉的枷锁 当你悲困在这样的关系中时 你甚至无法清晰地认识到自己已经被绑住了 你会告诉自己 一切都还有希望 还有改变的可能 但这样的希望真的能带来幸福吗 还是只会让你陷入更加深刻的痛苦之中 当我们回顾时 或许会不禁自问 为什么在我们的生活中 那些我们最亲近的人 有失成为了伤害我们最深的源头 这种现象不仅让人感到困惑 更带来了深刻的情感痛苦 然而 这正是人性复杂的一面 我们的爱 信任和依赖 与那些让我们受伤的时刻交织在一起 使得亲密关系中的伤害 比任何其他形式的痛苦更难以承受 无论是情感依赖 情绪投射 还是强迫性重复模式 我们都看到了人际关系中的微妙平衡 如何在不经意间倾斜 这样的关系 需要我们更加细心的去审视 而不是简单的用爱来包裹 和掩盖那些潜在的问题 或许 当我们面对这些问题时 真正需要的是 对自我情感的反思与成长 最终 唯有在理解和尊重自我的基础上 我们才能重新定义 与他人的关系 找到一条既能保护自己 又能保持亲密连接的道路 希望这段影片能让你更好的理解 为什么最亲近的人 有时会成为伤害我们的来源 并且帮助你在未来的亲密关系中 更加坚定与清醒 记住 真正的爱是相互尊重和理解 而不是单方面的委屈与忍让